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驾进区一次重要的抢断 来看看他们的进攻段的发挥 他们把球控制在自己脚下 但是转眼就把球权交给了对手 球传给了霍兰 史密斯 飞针扑就啊 动作很好看 效果也不错 刚才他犯规了 所以裁判员肯定会不给他一张黄牌的 早晚的是 球开到了禁区中间 裁判的哨哨响了 犯规 扔一球 老家慧 王双 过不了门将这关的 还在控球 周围有队友来接应了 这球连立柱都没碰到 打得太歪了 看上去啊 没什么危险 但是对面给的压力还是有的 北极十二不轮 美根拉皮诺埃 传球质量有在提高啊 对手拿到球了 皮球出了边线 接外球 拉维尔 应该能找到队友 来到了禁区边上 全场观众开始沸腾 高喊射门 一次精彩的扑就 大好机会 机会很不错 门将表现很好啊 没有急于处理啊 还在观察队友的跑位 反归了 比赛暂停 逃过一截啊 裁判没有给牌 只是口头紧动 但这是他最后的机会了 再来的话 裁判应该会给牌了 绝对的 亚历克斯摩根 扎到了对方前场 有没有机会呢 他的经验啊 非常的领先的机会 后门得分 这是今天决赛的第一个进球 看他们能否再接再厉 迅速地扩大战果 球进的的确很漂亮 但是也应该要注意到啊 他们在进球之前的那些工作 是的 他们一直持续不断地 给了对方的防线 相当大的压力 重压之下 这方防线还是露出了 破绽被他们抓住 成功破门 对的 比方现在变成了一比零 我不得不说啊 这波传球非常漂亮 球被门将拒之门外 小球开向了进区中心 球并没有被解围出来 双方还在危险区域拼抢 他面对来球啊 没有做任何调整 就直接来了一脚 凌虹抽射 身边的防守队员 也没有想到 他会这么处理 还以为他要把球 停下以后再射呢 对啊 没跟拉皮图埃 扎到对方腹地了 可能有机会啊 球拳又还给了对手 看起来可以自己突破了 人家做出了扑救 球打在对方队员身上 有一个变线 小球 球直奔进区去了 有没有机会呢 把脚弄射 很轻松地扑救 卡里奥哈拉 拿球的这人拉皮图埃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他的对方意图 这个判断非常准确 他们今天这个高位逼巧啊 执行得非常坚决 裁判明胜 犯规了 看看这次进攻啊 队友上来了 他还是喜欢走内侧 直接打门了 没想到文将这次扑救啊 扑得这么轻松 这个传球处理得有问题啊 球直接交给了对手 带球来到了进攻三区 好位置啊 这次进攻本来可以成功 没想到啊 对手破坏掉了 现在就是反击的大好机会啊 这似乎有直接突破的空间 球进了 双方又重新回到了同一棋榜线上 今天的这场决赛啊 确实是跌宕起伏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右手转弓的过程非常流畅 射门的这一下也非常值得夸赞 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地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 起脚射门 目前双方是一比一打平 亚历克斯摩根 视野很开阔 好机会 漂亮的扑球 门奖反馈得不错 哎呀 估计打门的球员心里已经开始预设 自己怎么清楚第二个进球啊 哎 早了 直接开到了进区里 对手的逼角干扰了他的出球 可以考虑回传了 现在就要看传球质量 倔强的机会 他们凭借这里进球取得了领限 独球场上每一个进球对双方的士气都是起着四消笔掌的作用 看看他们进球前的这击角传递完美地展示了TikTaka足球的魅力 面对对方的防守压力他们也没有慌张 找到了最合适的起角时机以后将球打进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咱们示意捕食两分钟比赛还没结束 这球已经出了边线是边线球 被击是二不轮 美国姑娘们把球权送了出去 上方 好球 对手的领先钥匙没有置须太久 他们迅速扳平了比分 这个进球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这脚极具穿透力的传球 我们通过回放再来欣赏一下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 真是好球啊 场上一声哨响 上场比赛就这样结束了 一边在站 双方谁也没有能够从对方身上占到便宜 这脚球啊传得不错 这一手犯规获得任意球的机会 传给了王珊珊 这角色门直接就被封堵了 王珊珊 转给了张瑞 果断起脚远射就差了那么一点 门将惊出一身冷汗 差点就因为自己的事物丢球了 双方今天踢得难解难分 几次进攻打门都是很有质量 让人印象深刻 稍微偏了一点 队友拿不到啊 接外球 现在这意思就是啊 你过来吧 我就守在这儿了 把皮球挑到了防线的背后 这个强段非常关键 没有让对手形成射门 球权要回到他们脚下了 他把哨音响起犯规了 还在继续盘带 向前推进 一个打破将军的机会 门将这次要好好感谢他的衡量啊 眼看着皮球已经越过了门将的试制官 最后却被门框挡在了外面 真是非常可惜 他们错过了取得领先的绝好机会 机会来了 他们在决赛中取得了领先 同名们正在疯狂地庆祝 他们相信冠军已经是他们的了 看一下回报 这样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三比二 亚历克斯摩根 选择打门 门将没有给对手机会 教练员要派上他的替补骑兵了 脚球落点再进去中间 好球 门枪太神了吧 对方这次攻门没进 和队友打了个战术 没控制住 被对手拿到 整点暴时啊 比赛已经进行了整整一个小时 还剩下三十分钟 他还在继续带球向前 双妹子往上拿球 皮球出界了 这应该是球门球 凯利奥哈拉 罗斯拉威尔 交给他霍兰 来跟拉皮诺埃 他又把球铲了回来 下半场已经进行了二十分钟了 比赛时间还剩下二十五分钟 临赛霍兰 进入对方腹地了 可能有机会 这是个手抛球 替补要上场了 祝财少想越位 得 处理失误了 没错 罗嘉慧 脚下活非常细啊 这次拦截非常成功 现在是他们控球 李孟文 他持续带球推进 华硕队员阻止了对方的传中 临赛霍兰 这球传的 它是卧底吗 收了钱了吗 四网森 摩根拿球 有队友在附近接应 看看这个球要怎么打呢 进了必须的 打了一下 球还在场内 球进了 但是进出了方向 进的是自家大门 真是太不走运了 这个乌龙球看起来不太应该 进攻队员其实并没有给他那么大的压力 他的处理显得还是急躁了一些 他们要在这个时候啊 派上替补队员 目前双方打成了三比三平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对方的行动啊 在他眼里没有任何秘密啊 王珊珊 球是他们的了 漂亮的跳船 这可能是他们赢得比赛的最后希望啊 这个球斜着飞向了进区中路 比赛没有被改写 门将立功了 他是球队的弥赛亚 现在双方依旧是平局 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对 这次想打个战术 这次进攻组织其实非常漂亮 但在离球门已经非常非常近的时候 功亏一篑了 看看他们如何组织这次进攻 这次进攻啊 本来很有威胁 但是就怕但是 被对手破坏了 时间不多了 最后的绝杀机会 打破平局的机会 就进了 他们向着冠军奖杯又迈进了一步 哦 留给对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给脚直塞 队友心领神会 球打中恒莱奖还有弹回到的场上 机会还在 锁定胜局的一个进巧 他们一只手已经摸到奖杯了 双方都有多个进球啊 索菲亚史密斯 要不要趁机打个反击啊 反击都来了 防守队员还都不在位置上 船中被处理掉了 他们示意比赛继续 正确的判法 索菲亚史密斯 别罗拿球 空间很足啊 这次船中到了禁区 刚刚这个投球公文啊 看起来是相当具有威胁性 这差一点就进了 来 脚都没有控制好 嗯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